字幕提供 阿奇老師,這次這個單位實用面積有多大? 這裡實用面積有378呎 一對父母和兒子會在這裡住 設計最重要的是多儲物 除了儲物量,他想在廳裡做一些運動 儘量拉大一點的空間 為了保留客廳更多活動的空間 儲物空間主要歸入大門旁邊的高新櫃 因為我們在門口的位置 加了一個換鞋的座墊 如果旁邊都是C字櫃 整體效果會變成樓梯級 一卡都沒有那麼漂亮 另外,我們將整組櫃 下面會升高一點 有時可以換一些拖鞋 都可以放進去 儲物空間還有睡房前面的地櫃 很多人都會在一個電視下 做一個電視櫃 可能很多電器會放在這裡 我們將電視櫃 這個位置偷在洗手間裡面用 因為洗手間裡面 其實這個是座廁的旁邊 那個位置本身比較難用 將它偷出來在廳裡用 另外一邊才放在洗手間裡用 他們主要分佈在兩間房間 首先在廳靠窗的位置 我們做了一個沖透的玻璃間隔 令到它的採光可以放進去廳裡 之後也有一個充足的房間位置 另外一個主人房 我們做了一個暗門 它可以通回進去主人房 主人房裡面它再加高了一個地台 是一個雙層的地台 有一個少許日式的感覺 還有它有一組很大的衣櫃 來符合它們的儲物量 新居屋都有一個共同問題 就是開門建設 剛才你說到開門建設的問題 其實現在怎樣改了位置呢 我們將洗手間的門口向右移動 就歸回洗手間的中間 這個有兩個好處 第一件事就是洗手間 其實那個企缸位和洗手盆位都會大了 第二就是我們剛剛說過風水問題 它不會對著大門 刺水門的改動不影響廚房的間隔 仍然可以保留闊落L型的工作桌 為了迎合廳灰綠色的長身 廚房廚櫃用了粉色 手測位都用了玫瑰金 就連工作桌的無縫石都是粉色 另外呼應睡房玻璃門上的條紋 廚櫃櫃門 廚房拖門 長身為身 就連天花板上的燈都加入了條紋的元素 體驗烈綠色的 絲體驗烈綠色的 用來自家製造造成的 絲體驗烈綠色的